欢迎收看家庭园艺从零基础到达人的系列课程 我是樱木花卉的主理人陈一木 今天我们开启第19堂课 在第19堂课当中 我们将学习土培植物跟水培植物 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呢土培植物和水培植物 应该如何正确的相互的转化 比如说水培植物养在一半了啊 我想把它转成土培植物 我们应该进行怎么样的操作 才能够让它顺利的从水培转成土培 以及土培植物如何转成水培等等 其实水培植物跟土培植物 哪怕是一种植物 比如说绿螺 哪怕全是绿螺 或者是我这个拿的富贵竹 它们又是土培又是水培 你感觉这两种植物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完全就不一样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吧 好了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 水培植物跟土培植物根系的区别 这是它这两种植物的主要区别 以及养护的注意事项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是两种同样的植物 都是绿螺 但是同样的绿螺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两种植物的根系不同 这种根系又细 很细 而且它会伸出很多的这种须根来 一个主根很多须根 而这边很粗 而且颜色很白 它只有一个主根 须根基本上是很少的 那这两种的话 就是同一种植物 在不同环境下养 它伸出根系的不同的一个对比 左边是土培的绿螺 右边是水培的绿螺 因此这两种根系 它适应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它不能够随意的去换环境 很多话有问我 为什么绿螺明显可以养在水里 但是我土培的绿螺 我浇多了水 它就会死呢 它都可以养在水里 为什么浇多水会死 因为你养在土里 它伸出来的根系 这个叫做土生根 土生根适应水分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而这个水生根 它长出的是水生根 如果你直接栽在土里 水生根适应土壤的能力也是比较弱的 这个就是一个具体它们的区别 在家庭养护的时候 我们发现土培绿螺和水培绿螺 同一种植物 但是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完全不同 因此在转换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一些基本的技巧 我们来看吧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学习 如何把水培的植物转化成土培的植物 这个是水培的绿螺 很多话有不懂啊 它就直接把水培绿螺拿起来 然后栽在花盆里面啊 直接转成土培 这样的话呢成功率很低啊 很大的程度上呢会移栽失败 导致它呢直接尾粘和死苗 因为原因刚才我说过 水生根不能够马上的适应土壤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帮助它从水培转成土培 那就是呢 我们每隔一周往这个水培盆里面添加一些土壤 就像这样啊 我们把土壤呢拿一点 每隔一周啊就往里面添加一点 这是第一周 添加一点的目的呢 就让它适应水和土这个转化的过程 让它从这个过程当中逐步转化 那如果现在再过了一周 我们呢再给它抓一把土 再过了一周再抓一把土 再过一周再抓一把土 逐步逐步的 让整个花盆逐步从水培慢慢的转向土培啊 再过一周再抓一点土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花啊就会从水培植物真正的转向了一个土培植物 而且这个转化几乎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这个方法特别重要 好了 那这是一个土培绿罗 现在我们来学习 如何把土培的植物转化成水培植物 很多花友呢 也是直接把土培植物直接连根拔起 然后丢在水里 这样存活的概率很低很低啊 大部分的会直接被水淹死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土生根 土生根不能够马上适应水分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用不来教大家啊 就是呢 找到它的气生根 什么是绿罗的气生根呢 就是长在枝条上 并且呢 生长在空气里 并不是生长在土里的根系 就是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是绿罗的气生根 它是长在枝条上 长在空气里的 我们找准气生根 在气生根下方一厘米处呢 把绿罗给它剪断 这样的枝条呢 就可以直接的水培在里面 这样啊 是百分之百可以成活的啊 成活率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从土培转向土培 从土培转向水培的方法 好了 那经过这堂课程呢 大家已经了解了水培植物和土培植物的关系 以及这两种植物之间应该如何转化的问题 那我们下堂课再见了 养花看一幕就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